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天然气巨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周五表示 北溪管道发生爆炸后 有8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泄露 发言人谢尔盖普·里亚诺夫通过视频链接告诉联合国会议 泄露的气体相当于丹麦三个月的供应量 据报道 瑞典海岸警卫队周四发现了北溪管道第四个泄露点 我还想要提出 而是 我们的共产党统签有提到 这些组织的事物是明确的 不仅有所谓的事物是说的 它是俄罗斯业的 我提出 它是有过的过程 在这七个月中的破坏 积极标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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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今天谈讨讨讨讨讨讨论 北溪管道是受到人为蓄意破坏 西方安全专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 而克里姆林宫方面则影射美国是幕后黑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 对北约成员国基础设施的攻击 将受到该军事联盟的集体回应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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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